腳踏車被以一千塊錢借賣 台北市這名侯姓男子 他因為缺錢花用 竟然是專門拿著尖嘴錢 每天在捷運站的外頭來 直接向中了名牌的腳踏車 就掏走了之後 再以千元不到的價格來借賣 這車主們真的是損失慘重 近百輛自行車等著主人來招力 這些自行車有的動輒上萬 有的是一般代步車 但他們全都被以一千塊以下的 買賣脫手 因為這些全是髒車 穿紅衣的侯姓販鞋 走在捷運站出口附近 東張西望 到處尋找獵物 沒過多久就看他騎著腳踏車上路 大白天當街偷車 相當囂張 嫌犯都是一條大白天 腳踏車停在捷運站附近的時候下手 只要有看到像這樣子 懶神的鎖頭 他立刻拿出他的尖嘴錢 三秒鐘就能得手 一個簡單動作 上萬名車立刻入手 台北市行大 結果報案 尋線追查 發現侯姓男子買賣頻繁 心機可疑 終於在捷運站周邊 逮到正在偷車的現行犯 其中一輛全地形跑車 要價近三萬元 更是令警方嘖嘖稱奇 犯嫌因為缺錢花用 幾乎每天行竊一兩台 單車實際平平 警方也提醒民眾 現在單車底部都有編號 到警察機關網站自主登陸財產 未來報失竊要招禮 也比較有機會找回 記者關照陳志根 台北報導 控制 佛 成績 出現 出現 出現